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坚持硬撑着跳完全步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 就算是历劫也要站到最后 甚至最后和其他三位队长抱在一起 弹幕上感动一片 除了感慨自己儿子长大了之外 最多的就是 这不就是少年漫画的样子吗 大浪也不仅仅只是入血 作为从小跳舞的专业舞者 王一博在点评中透露出的专业知识 让人折服 就连选手都赞扬他 会从舞者的角度出发 思考问题 是真正懂得肩骨文化的人 在现场battle 做出示范的时候也丝毫不留力气 每次的舞蹈动作都散发着 满满的男性美丽 技巧和节奏被他掌握的恰到好处 在大家都被他酷帅的外表 和专业的技能欺骗 认定他是严肃认真的队长的时候 王一博的现场反应 每次尖叫和呼喊 又让观众回忆起 这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年 快乐和烦恼都表现在了脸上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遇到学员跳的是别人的动作的时候 他也会立刻叫停 并且直接表示 扒别人的动作来跳 这很不如repause 明确表示了自己尊重原创的原则 看到步步跳舞 王一博的表情完全生动形象的 展示了什么叫做 无法控制我自己 在场下和别的学员一起 大幅度的动作起来 鼓掌一直都在喊 哇哦好酷太厉害了 他再也不是那个 在天天笑上里寡言的男孩 也不是在综艺节目里 笑称别人呱噪的高冷boy 更像极乐是在现场追星的你我 从他对待这个节目的态度上 不难发现 这是一个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男孩 他对街舞的热爱丝毫不比场上任何一个人少 付出的汗水是许多人的两倍甚至更多 正因为如此 他的年少成名来得理所应当 年少成名他未曾停滞不前 在电视剧《陈情令大火》之前 作为固定嘉宾入主天天向上之时的王一博 不争不抢 在大张伟和汪涵的光芒掩盖之下 几乎成了台上的透明人 那时候鲜小有人会发现 这个宝藏男孩的舞蹈才能 可事实上1997年出生的他 早就把舞蹈当成了自己的毕生所爱 初二他参加了全国的IBD顶尖的街舞大赛 进入到HIPHOP组16强 日复一日的舞蹈练习 越来越帅气的长相 让年仅14岁的他被乐化选中 远赴韩国 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练习生生涯 放弃了天真美好的校园生活 在异国的练习室里和自己较劲 就是这样一种不服服的性格 在17岁的时候作为偶像组合 UNIQ的成员顺利出道 并且担任队内的主舞兼rapper 尚未成年就已经成功出道的王一博 符合了所有人对年少成名的想象 而这样的火爆程度 在2018年的夏天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峰 一档创造101 让作为导师的王一博被更多人认可 对学员严谨负责的态度 对舞蹈的专业性让他获得了较高的人气 而2019年的夏天 陈景令的播出 特地让他达到了事业的新高度 陈景令里 他十身着白衣 戴着抹额的蓝二公子 外冷内热不言狗笑 常人道的别人家的小孩子 一身和挚友未无羡意气 并持着除奸服弱 无愧于心的承诺 在风起云涌的武林 用少年志气维护着真正的正义遇到 王一博的演绎 让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了 狭义之势里最好的情与义 随着人际的水涨船高 他的主持风格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在天天象上里 王一博从一个话不多的冷面少年 逐渐成为了微博网友说的梗王 在回答韭菜为什么在冬天的问题的时候 王一博一味正经的抛梗 因为冬天得喝点酒暖暖身子 我之前路过一起户外 冬天就是大白菜 王一博不愧是你 在节目当中测试甜蜜程度的时候 大张伟拿着测试仪对准他 测试仪测出来的结果也是甜度最高 不愧是你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的王甜甜 天空越黑 星星越亮 真是一往无前的热血 以拼搏自信和坚持造就了今天的王一博 纵使年少成名 但他未曾停止不见 他的多面人生无法被任何人定义 只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的青春不是用来浪费时间的 格拉宁曾经说过 大多数人从来都不想尝试超越自己可能性的局限 很多人是以低于自己一倍的效率在生活 而王一博是将这样的一句话踩在脚下的代表 他曾经在采访中说 我的青春不是用来浪费的 这是因为这样一份坚持和努力 让他在舞台越来越发光的同时 还在继续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 让他的青春光彩照人 不同于其他的男爱豆女粉较多 王一博的男粉也是极为庞大的队伍 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了 来自于他的爱好 摩托车冲浪滑板无一不是男孩子们喜欢的极限运动 甚至他把这些爱好做到了专业的程度 王摩托就完成了亚马哈的签约车手 并且在2019年的亚洲摩托车警报赛上 夺得双回合地组冠军混合赛组的第二个成绩 王滑板在跌跌撞撞不断摔倒之后 把专业滑板选手能够完成的臀跳演绎到极致 王冲浪能够在一众的明星当中 成为小小的指挥员 用自己的独特技巧给其他人讲解动作 难怪会有粉丝笑称 王一博看过了大海 下一步就要去征服星城了 话虽如此 在娃娃的同时 他也不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和赵丽颖合作的有匪虽未播出 但是却已经预定了年度最受期待的电视剧之一 通过预告 所以可以看出王一博的演技始终在提升 他对自己的要求便是不断超越自己 王一博的23岁演绎了家喻户晓的陈请令 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舞台 用舞蹈展示自己极强的专业性 偶尔骑着重机车穿梭在钢筋混泥土的世界中 回眸一笑净显殷气 其实他一直都在三次元的世界里 演绎自己热血少年漫一样的人生 用努力换取自由 我们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旺盛的生命力量 在最好的年华 做最喜欢的事情 把兴趣做到极致 不焦不燥 走着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愿你也能够像王一博一样 坚持自我 不再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 毕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